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TikTok TikTok 特朗普的时间到了吗 随着时间不断流逝 美国的政治格局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特朗普或许是最后一位传统媒体总统 而卡玛拉 哈里斯则被视为由社交媒体时代创造的首位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在TikTok上的人气爆棚 与年轻一代产生了强烈共鸣 反观共和党则陷入了困境 无法有效攻击他的个人形象 哈里斯的笑声 舞蹈和独特的表达方式 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象征 甚至被视为摆脱过去束缚的希望 共和党对他的攻击反而让他在社交媒体上更具影响力 这场新的媒体战争究竟会如何改变美国的政治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悉尼晨风暴的文章 标题为TikTok TikTok 特朗普的时间到了吗 这篇文章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解读其中的内容 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 让我们回溯文章的主要内容 文章以一种比喻性的手法开篇 提到TikTok的声音象征着旧的政治方式即将结束 唐纳德 特朗普被形容为美国最后一位传统媒体时代的总统 而卡玛拉·哈里斯则被视为可能由社交媒体时代创造的第一位总统 如果哈里斯成功进入白宫 他将带来一个社交媒体主导的新政治时代 文章接着反思了特朗普和他的竞选团队在对手桥 拜登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在面对一个被视为虚弱且逐渐衰退的拜登时 特朗普显得精力充沛且不可避免 然而 特朗普现在遇到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对手 卡玛拉·哈里斯 作为民主党的首选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在TikTok上迅速走红 视频平台的影响力在年轻一代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共和党试图在政策上击败哈里斯 但实际上他们陷入了对他个人形象的痴迷 无论是针对他的笑声还是他跳舞的视频 这些攻击在TikTok上一再被病毒式传播 反而增加了哈里斯的受欢迎程度 特别是他的大笑和跳舞视频 引发了年轻人的强烈共鸣和支持 哈里斯的笑声被共和党人用来暗示他不严肃 缺乏高职务所需的庄重 然而这种批评反而加强了他的亲民形象 他在德鲁巴里摩尔的节目中 将笑声的负面反应转化为了一个激励性的故事 鼓励所有年龄段的女性不要被他人的看法所限制 这段视频迅速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 此外哈里斯的跳舞视频也成为C世代喜爱的内容之一 很多年轻人制作了他跳舞的粉丝剪辑 这些视频无疑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年轻选民支持 但文章指出 对哈里斯的痴迷并不仅仅停留在他的外表和行为上 他的独特表达方式以及他讲述的个人故事 与年轻人被责备承受美国过去错误的疲惫感产生了共鸣 例如他讲述的关于母亲批评年轻人的椰子树故事 以及他常说的什么可以成为受过去束缚的口头禅 都在年轻人中引发了强烈的讨论和模仿 共和党人嘲笑这些话语是胡言乱语 但对许多年轻人来说 这些话语具有奠基般的影响力 哈里斯被塑造成一种代表 象征着摆脱过去束缚和想象光明未来的机会 他的个人背景和表现方式使得他能够以象征性的方式 让年轻人投票摆脱他们祖先的羞耻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与政策几乎无关 即便在他成为假定的总统候选人之前 左倾媒体对他的政治记录评价并不高 然而随着他成为民主党对抗特朗普的最后希望 他的形象正在被重新塑造和改造 这一切的背后是社交媒体 尤其是TikTok在现代政治中的深远影响 哈里斯利用这一平台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选民 改变了传统政治宣传的模式 在美国非强制投票制度下 如果他能够乘着TikTok的浪潮 这对他来说可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最后文章以一种讽刺的口吻 总结了特朗普的政治表演艺术 文章回忆了特朗普第一次宣布参选时 从特朗普大厦金色扶梯走下来的画面 描述他对这次出场的自豪 然而时代变迁 奥斯卡颁奖典礼式的表演已然成为过去 专制的中国社交媒体 平台TikTok 可能最终会选出下一任自由世界的领袖 这无疑是对就媒体时代的一种嘲讽 通过这篇文章 我们看到了政治传播方式的巨大变迁 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 特别是短视频平台 在年轻选民中的巨大影响力 特朗普时代的结束 和哈里斯作为社交媒体时代代表的崛起 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也提醒我们 政治人物必须不断适应 和利用新的传播工具和平台 才能在现代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请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对这一话题的深入探索 我们下期再见 哈里斯之间的对比 及其未来可能的影响 唐纳德·特朗普 被视为美国最后一位传统媒体总统 他以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媒体操控能力 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然而 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 特别是TikTok等平台 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这些新媒体平台 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 也影响了选民的行为和偏好 卡玛拉·哈里斯作为民主党接替桥 拜登的首选 成为了TikTok时代的宠儿 相比于传统媒体 TikTok拥有迅速且广泛的病毒是传播能力 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 哈里斯的个人形象和表现风格 在TikTok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支持 这使得他在年轻选民中 获得了显著的影响力 文章强调 哈里斯的笑声和舞蹈 尽管被共和党攻击位不严肃 和缺乏庄重 但在TikTok一代中 却成为了他个人魅力的象征 这些特质不仅让年轻选民 对他产生好感 还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 此外 哈里斯的演讲风格 和独特的表达方式 也与年轻人对现状的疲惫感 产生共鸣 例如 他在谈到年轻人时 引用母亲的话 你们以为 自己是从椰子树上掉下来的吗 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模仿和讨论 这些短视频和模音 不仅提升了哈里斯的知名度 也让他的政治信息 更容易被年轻选民接受 共和党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在政策上击败哈里斯 而不是仅仅在个人形象上攻击他 这种策略 在TikTok时代 显然效果不佳 因为年轻选民 更倾向于通过个人故事 和情感共鸣 来评判政治人物 哈里斯的崛起 也改变了主流媒体对他的评价 曾经被认为是最自由参议员的他 现在被重新定位为民主党 对抗特朗普的最后希望 这种重新定位 在一定程度上 得益于他在新媒体上的成功形象 总的来说 TikTok及其病毒是传播能力 正在重新定义美国政治舞台 这不仅影响了政治人物的形象 和竞选策略 也改变了选民的参与方式 和投票行为 哈里斯的成功展示了 如何利用新媒体平台 来吸引和动员年轻选民 这对未来的政治竞选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 TikTok选举总统真是个好主意 想想看 当年杜鲁门在火车上竞选 还有肯尼迪的电视辩论 这些都在改变选举方式 现在我们有了TikTok 哈里斯正在利用这个平台联系 年轻选民 这是未来的趋势 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 他们的选票至关重要 你知道吗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2020年选举中 18至29岁选民的投票率达到53% 创下历史新高 既然年轻人都在TikTok上 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平台来影响他们呢 楚天书 这可真是个笑话 用TikTok选总统 这简直是让中国控制我们的选举 你知道TikTok是中国公司吗 这可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呀 再说 TikTok上的内容大多数是搞笑视频和挑战 怎么能让这些东西来决定国家的未来 哈里斯的笑声和跳舞视频 真的能代表他的政策能力吗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的报告 哈里斯在参议院的工作记录并不特别出色 我们需要的是有经验的领导人 而不是一个在社交媒体上跳舞的明星 谢琪琪 你这魔说就有点守旧了 当然 我们需要有经验的领导人 但他们也需要与时俱进 当今的世界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 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 根据Statist的数据 2022年全球有超过10亿人使用TikTok 哈里斯在这个平台上展示他的个性和亲和力 这不仅可以拉近他与选民的距离 还能让他的政策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再说 中国的确拥有TikTok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利用这个平台 关键是要有强有力的网络安全措施 确保数据不被滥用 楚天书 你这么说简直就是在卖国 你难道忘了2016年大选的俄罗斯干预吗 我们怎么能这么轻晒地相信中国的TikTok 不会对我们的选举产生影响 再说了 哈里斯的笑声和跳舞 真的能说明他的政策能力吗 这不过是为了吸引眼球的噱头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哈里斯在司法改革上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 这就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领导者 选举应该是关于政策和能力 而不是谁在社交媒体上更受欢迎 谢奇奇 我们来看看历史吧 当年罗斯福通过收音机的炉边谈话 与全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这让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 今天的社交媒体就像当年的收音机一样 是一种新的沟通方式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风险而拒绝进步 哈里斯利用TikTok展示他的个性 是在建立与年轻选民的情感联系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 今天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政治 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参与 而不是嘲笑他 楚天书 你这么说简直就是在混淆视听 卢边谈话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沟通方式 而TikTok上的搞笑视频和挑战根本无法相比 我们需要的是负责任的领导人 而不是一个只会跳舞和大笑的明星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哈里斯在移民政策上的表现也备受质疑 我们不能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受欢迎 就忽略他的政策缺陷 选举应该是关于真正的能力和政策 而不是谁在互联网上更有趣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